又到了点饮料的时间了吗 大家都是怎么点饮料的呢 是看着这个菜单 一个一个人看完之后 我要喝什么饮料 扫冰去糖加什么东西 然后全部统计起来之后呢 你再去跟饮料店订购吗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麻烦 今天就来教大家呢 把自己常订的那家饮料店 把它直接做成Google表单 让大家快速的去填写 也方便你事后的统计 然后去订购哦 往下来看吧 Go 嗨大家好我是阿当 如果你们公司订饮料呢 不是使用外送APP的话呢 其实每次在订购饮料的时候 大概就是看了这个菜单 然后直接讲说我想要喝什么 然后去冰无糖加什么料对吧 那一个一个统计下来之后 最后还要统设完再去订购饮料 然后最后再一个一个去看 哦谁订了什么 这样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其实呢大家通常会订购饮料 也就是那几间轮来轮去嘛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菜单截取下来之后 丢给AI分析 然后由AI成生一组程式嘛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生成一个Google表单 让大家呢直接透过Google表单去订购饮料 这样你就不用再花费时间去统计 或者是记录谁订了什么 而且每家饮料店呢你只要制作完一次 之后就可以一直使用了哦 好我们今天的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们先会获得饮料店的这个菜单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菜单丢到AI来去做分析 然后产生这个程式代码 最后呢就可以生成像这样的Google表单的内容 然后呢让大家呢可以去用Google表单来选择自己想要喝的饮料 然后包括容量啊甜度冰块加料等等 最后就可以获得这些统计的资料那你就可以用这些资料 直接向这个饮料店去订购 就不用像以往呢大家在那边看完菜单之后 然后说我要喝什么我要喝什么 然后你还再统整一次 那你可以先一次性的把这个表单制作出来 毕竟呢大家在公司上班呢 通常都有几间呢比较常订的这个饮料店嘛 那你们就把这几家饮料店 先把它制作好成表单之后 以后要订就比较方便了 就不用每次再重新制作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带大家呢 一步步的把菜单制作成Google表单吧 好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刚讲的 你要先获得饮料店的这个菜单嘛 那这个菜单呢要怎么去获得呢 很简单就是你要到Google地图上面去搜寻 你想要订购的这个饮料店 通常呢这边就有菜单的这个页别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一张 比较清楚的这个菜单 然后把它截图下来做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我们当然就是要借助AI来生成快速 产出Google表单的这种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呢 不用管它里面写的什么 总之它就可以让你快速的产生Google表单 你不用呢一个饮料一个饮料自己去制作 好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饮料菜单把它拖曳进来 接下来我们就给它Prompt 好这个Prompt呢 我会放在这个底下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直接去复制来做使用 原则上呢 它就会把图片上面的饮料全部截取下来 然后碧田栏位呢 有包括姓名、品项、大小、甜度、冰量 然后呢甜度跟冰量 会按照菜单上面所标示的 提供给大家去做选择 那最后如果有加料区域的话呢 用核取方块也就可以多选这样 当然啦如果你对这个饮料的订购单呢 有想要加其他项目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这个Prompt 这个呢我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范例啦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出 好除了Germanite之外呢 我也用ChargePT来做一次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我们把它上传图片 然后给它一样的这个指令 然后我们要把它送出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像Germanite 跟ChargePT做出来或者是分析 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也让大家感受一下 好先来看一下Germanite这边呢 它很快就已经生成了 Google Apps Script的这个程式码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复制下来 好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到Google云端硬碟 然后点击左边的新增 然后更多里面找到Google Apps Screen 把它打开 这边呢你可以不用管它 就点建立指令码 建立一个新的专案的时候呢 这边会有两行这个资料 把它全部删掉就好 然后贴上我们刚获得了这串指令码 直接贴上去就好 然后按下储存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执行 好在执行的时候呢 就会遇到这种需要授权 你就按审查权限 然后选择你自己的Google账号 按允许就可以了 就这样像继续 好这边就会进入开始执行 然后我们就等它一下 接下来等下这边会产生 两组这个连结出来 好像如果有出现这种程式码错误 你也不用挤 你就把它直接复制下来 然后刚好顺便排错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Gmail 这边来 你直接把这个错误贴给它就好 什么都不用讲 它会帮你再做修改 这边它会跟你讲说 哦哪里写错 那没有关系不重要 那你就一样照它 给你这个新版本 然后直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一样回到Google Apps Script 这边来 那直接把它全部全选删掉后 再覆盖新的程式码就好 一样按储存 然后执行 这次呢就不会再审查权限了 因为刚刚已经审查过了嘛 那这边就会重新开始执行 好有没有这次就成功了 所以呢你有任何错误没有关系 你就丢回去让它直接修改就好 好这边是Google表单的编辑网址 那这个呢是预览的网址 那其实呢你在你的Google运动印尼里面呢 都会看到它新增出来的表单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预览网址好了 也就是填这个饮料单的地方 好你看生成出来就像这样子 可以填选姓名 然后饮料的品项 再往下有中杯跟大杯 然后甜度冰块 有没有 这边就可以直接去选择 然后以及加料的部分 好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可以去提交 好提交后的这个内容要去哪里看呢 其实就到你的Google云端硬碟里面去看就好了 那像比如说我刚刚吃这一个饮料团购单 然后点开来之后呢 再回复这边就可以看到 别人填了这个饮料内容 你也可以点这个连结字试算表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 这样呢就会比较方便查看 就是别人点的项目是什么 好这样统计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向这个饮料店订购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harge PD生成的这个程式码如何 这边呢是Charge PD生成的这个 Google Apps Script程式码 一样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一样到Google Apps Script这边 然后把原本的这两行删掉之后 贴上去 储存 然后一样执行 一样哦 这边是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所以这边会再跳出这个 权限的审查 你就一样按审查权限之后呢 选择你的账号 按允许就可以了 好这边就建立完成了 你看Charge PD跟 Gemini有点不太一样 像 Gemini这边呢 有表单建立后的连结 以及预览的连结 那像Charge PD写的这个程式码里面 它就只有表单建立的连结 那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直接复制下来 好这是它建立的 那如果你要这个饮料单的连结就很简单 右上角嘛 复制作答者连结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Charge PD生成的这个表单 基本上呢 跟 Gemini生成都是差不多的啦 一样是饮料品项 然后 杯子的大小 甜度冰块 然后加料部分 那分析的部分呢 我觉得两边差不多 所以呢你想要用 Gemini来制作 或是用Charge PD来制作呢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不过呢 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呢 饮料品项的后面呢 不见得每次都会有这个金额 一起加进去 像我刚刚第一次制作的后面 还有括号 M是多少钱 L多少钱 这样填写之后呢 还可以直接在内容那边直接看 哦这个人点的饮料是多少钱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确认 那如果你一定要有这个括号 那大杯中杯多少钱的话呢 其实你知道再修改一下Prompt就可以了 你只要在Prompt这边呢 再加一行 比如说品项的部分 要在后面括号杯型大小的价格 比如红茶括号 然后L50M40括号这样子 这样生成的话呢 品项的部分呢 就会包含后面这个价格的资料 然后我们来试给大家看一下 好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重新生成后的这个品项 你看这样就一定会加上这个括号 以及大杯中杯的这个价格 让你就比较好去做分辨了 整体这个制作流程非常的简单 大家就只要把图片先丢给AI分析 让它直接去产生这个AppScreen的程式码就可以了 那Google表单生成出来 以后就可以一直留着用 那你每次点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把旧的这些直接删掉 那你就可以让大家再重新填写 大家呢可以赶快去用这个方式 把你常点的这几家饮料店 都把它制作成这个订购单 开完上面的教学之后 赶快去把你们公司常常订的那几家饮料店 通通做成Google表单吧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今天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